本期话题 线菜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线菜的功效和作用 它是一个常用的蔬菜 第一它具有补移气血的作用 它补移气血实际上呢 它含有较多的钙质 对骨质疏松啊 不胜壮骨啊 这些都是比较好 另外呢 它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对鸣木 它含有维生素A啊 它含有含铁 那么就有补血 所以补气血是一个 它的最基本功能 第二个呢 就是线菜具有养肝鸣木 除此以外呢 它含有轻热解毒作用 因为它相对具有一定收敛 对口舌生疮啊 咽喉疼痛啊 食热 就是利己啊 这些都是较好的轻热解毒作用 整体上呢 它是一个常用的蔬菜 对寒性体质要少用就可以 可以